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2月13日 星期日 現在這個武漢肺炎 在香港也算是 日日爆了 警察 10天裏面有10個警察中招 現在那個 情況應該是比之前那幾個月更加嚴重了 由於我們昨天也說過 現在的人很多時候都大安止意 認為沒事了 尤其是政府 警察 這些既得利益者 或是權貴 所以 在他們的圈子大規模爆發 先有之前的跳路舞群組 然後有現在的黑警群組 都是屬於這些權貴 或是既得利益者 其實在香港市民頭上作威作福的那些人 首先他們不會遵守限聚令 亦對防疫的意識很薄弱 覺得 沒事的 根本就沒有了 所以這次他們爆起來 反過來 現在他們那邊的圈子人心惶惶 政府 覺得我們要買疫苗 當然 疫苗 現在的問題 大家都很關注 因為 香港政府被人踢爆了 他主要買的就是國產貨 科興 然後 政府還公佈出來說會買三種 而不是只買大陸的 他就會買國產科興 輝瑞和德國的一種藥 但是 林鄭月娥說 三種藥都會買 不過第一批就是來 科興的 就是大陸的貨 輝瑞和德國的一種藥還未回來 但是翻查資料 德國方面 應該是跟 復星合作的 而輝瑞 說明不賣給香港政府 所以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人家說明不賣給你 那你的貨是從哪裡來的呢 原來 他偷偷地 將這個 將這個 輝瑞的名字查了 好了 糟糕了 原來人家賣給是有原因的 首先說 政府偷偷地 深夜出稿 踢走了輝瑞藥廠 改由 中國復星和德國的廠共同焰化 即是 沒有輝瑞了 林鄭當時就說 已經跟 昨天的下午記者會 跟兩家疫苗製造商達成 一預先採購協議 兩家 供應商就是中國的科興生物 以及復星醫藥 德國藥廠 德國藥廠跟復星醫藥其實是夾粉的 兩家公司每人供應750萬劑 總共1500萬劑 即是香港人平均每人可以打兩劑 他說會安排高危族群優先接種 市民不可選擇 但是其實選擇也沒有用 因為現在兩隻都是大陸 復星醫藥也是大陸的 你會不會買大陸出的大眾汽車 保馬監製的 或者買謀華臣 你會不會買華臣汽車 華臣是保馬監製的 你會不會買華臣汽車 華臣是保馬監製的 哪裏有一樣 名字都不同 一聽到復星 即是大陸貨 大陸貨那你為什麼要買 你會不會回大陸 買周生生 你會不會去深圳周生生買金 很明顯就是 不相信 現在兩隻都是大陸的 一隻科興一隻是復星 你說要打什麼針 政府心意 將輝瑞踢走 指輝瑞 是 這家德國公司 BIO NTECH 是 這家公司的中國大陸及港澳台地區以外區域合作夥伴 所以就變成了復星和德國公司研發 那麼究竟是什麼呢 即是說人家輝瑞根本就不可以直接賣給你 輝瑞的廠是出了很多貨 但是說明不可以賣給你 所以 是不能賣 好了 出現了什麼情況呢 就糟糕了 我們說一下輝瑞 輝瑞 他說自己在 美國和歐洲倉庫已經團職了數十萬劑疫苗 正於積極和物流快遞合作 包括聯邦快遞、UPS和DHL 希望盡快賣出去 輸出去全球 輝瑞發表聲明說 不可以只根據 90% 功效的來申請緊急使用權 但特朗普批准了 批准了 但是 他也是因為 因為 簽署了獨家協議 已經宣布不可以 向中國和香港提供疫苗 所以香港政府 應該就是買不到 這個輝瑞的疫苗 由於他應該跟復星有合作協議 所以香港人只能買復星 這次要強迫市民 打大陸疫苗 政府的誠信有多少 不用說了 這次 食衛局陳肇始出席電台 被問 問候 政府主要跟內地的復星醫藥、德國藥廠商討 和合扣疫苗 所以作出澄清 所有疫苗的技術都是由歐洲製造的 但是他們去談這個協議 主要是跟復星 以及他的夥伴 那間德國公司 當然這個疫苗也是三間廠 連輝瑞一起研發 但是 可能是 輝瑞也不 用復星的牌頭 可想而知 是不是 當然有人說 會有人 即時想 iPhone也是在大陸製造的 iPhone不同 iPhone不是吃下肚子 如果你可以用iPhone吃下肚子 我就會打這個復星疫苗 問題 打到身體的東西 當然是不相信中國 你自己問一下大陸的人信不信中國火 先有巴西出了事 然後秘魯出了事 其實連復星輝瑞疫苗也曾經有出事 不過始終 美國人是相信他的信用 信用 信用他的品牌 但是復星沒有這個公信力 出了事 你誰負責呢 香港政府負責 不會的 他一定會賴的 那麼復星負責呢 到時復星就在找一個人做替死鬼 你就找他追究責任 香港人的命 是連一毛錢也不值 這次要花那麼多錢 據說要花幾十億 這筆錢是不是利益輸送呢 當然是 政府 一直以來 真的可以被批評為彈出彈入 在輝瑞 復星和德國廠 的名字之間彈出彈入 又說輝瑞 是其中一個 製造商 之後又刪除輝瑞的名字 主要跟復星合作 那麼究竟 是誰做的呢 現在問題呢 那些人 不相信你香港政府嘛 如果你說早兩年前 都還會相信你政府 也不是想靠害香港市民 現在 大家都知道 你最大的敵人 就是香港市民 你要讓香港市民全部都當是敵人 來消滅 而這次 這個去到這麼嚴重的頭毒案 病毒就是來自中共的 你又在大陸買疫苗 這批疫苗 即使你說是來自這個 歐洲 我們也不相信 誰知道你會不會偷龍轉鳳 換大陸貨利呢 首先是這樣 另外就有人提出 其實也不是有人提出 我自己也提出過 你這批疫苗 首先你公務員 當然要新鮮時速 但是公務員打之前 應該是特首 以及你含架 加上所有司局長 兼含架 加上你政治助理的副局長 全部要打完 你們試了沒事了 然後 輪到三萬個警察 當然包括鄧炳強 三萬個警察都打完了 輪到 這個中聯辦 整座中聯辦的人要打 打好了 他們全都打完了 輪到18萬公務員 當你們全部打完沒事了 不死得了 過了14天醫學觀察 那你就銷售市民打了 我們打了也沒事了 當然有人即時提出另一個質疑 就是你們會不會自己偷偷地去買了 這個 輝瑞的疫苗 自己打就打輝瑞 騙勾別人說你打國產科興 轉頭 對比市民就是科興就是國產 現在袁國勇也公開說 他是不會打疫苗的 因為疫苗的風險很高 不知道有甚麼副作用 因為現在暫時 查不到出來 他觀察一年 一年後看看會不會無端端沒有子生 脫頭髮 羊胃 暴肥 又或者 暴肅之而似有甚麼病發症 他寧願戴一年口罩 也要觀察一年才能打 我們當然是想專家的啦 難道信你林鄭月娥嗎 大家已經知道了 哪些人可以信 哪些人 根本不是人 何況信 你們也不是人 所以 真的要奉勸 市民 你們如果想死的話 你們儘管去打國產疫苗 不想死的話 生命沒有剪刀 我們真的 認真奉勸大家 千萬不要相信香港政府 這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